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栽药 新年地震事务所举办成美奔师生连展 各项油画 粉彩化创作大大提升洽工环境的艺术气息 106年新北市全国客家日2月16号将在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隆重登场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各项的庆祝活动 新北市平夕天灯节将于2月11号礼拜六登场 活动当天将要实施交通管制 请民众要多加的留意 为了要鼓励民众减时燃放后的天灯指 新北市环保局就举办了回收活动 而今天的童话新故乡单元故事妈妈红爱华 要说的是日本的童话故事 狸猫变变变 新年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即日起到3月30号为止 展出一起精彩 陈美奋师生连展 这次的展燃总共展出了油画 碳笔画还有粉彩画等作品 希望借此来营照地震优质的洽工环境 同时也让艺术更亲近民生的生活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 即日起至3月30号为止 展出一起精彩 陈美奋老师师生连展 新店地震事务所秘书曾国泰表示 陈美奋老师早期留学法国 曾在监察院社区大学等机关任教 目前则在救国团担任油画级素描指导老师 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这次特别受邀与学生在地震展出 这一次的展出的主题就是一起精彩 那是由我们陈美奋老师师生联合展出的 到我们这边来洽工的民众 都会反应也很热烈 他们都会到事务所来洽工 还有心灵饷宴 特别大高兴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陈美奋老师 与学生的油画、太平画 还有粉彩画作品 陈美奋老师的作品主题 着重在人物方面 包括了具象与教抽象的速写 希望透过创作传达真善美理念 我原先是比较画的比较接近比较内心系的东西 比较接近于意象的或比较抽象 后来呢因为绝大部分的学生呢 他们比较没有办法体会 所以我后来就是慢慢的又转回比较具象一点的 就是花卉啊人物啊这样子 而由学生常亚平所创作的这幅网语后 描绘公事与母师心理感情 不久前更被民众购买收藏 这位学生应该是很兴奋 因为他就还想说他生平第一件作品 然后有人喜欢的话 那时候我就劝他说 你就有人喜欢 有人珍藏 是一种分享 其实是非常好 先见地震表示 行动一拉每一季不仅提供了各界艺文朋友展出空间 更希望借此营造优质的插工环境 让艺术更亲近民众生活 新北市客家事务局2月16号 将在新北客家文化园区举办新北市全国客家日 当天除了将以多幅的3D画来传达天川日的典故 同时还有包括了女娲娘娘的祭祀典礼 新北乐活市集等多项的庆祝活动 新北市客家局要邀请民众一同利临来感受天川日的氛围 新北市客家事务局2月10号上午举行106年 新北市全国客家日记者会 邀请舞者带来女娲补天舞为记者会揭开序幕 局长赖坚和表示 农历正月20日是客家独有的传统节庆天川日 客委会在民国99年 已经正式将天川日定为全国客家日 新北市为了发扬客家文化 今年将扩大办理 我们朱市长任命我当客家局的局长 因为我是校长出身的 他说你要把多元文化的概念广为去推展 所以我就用这个客家局每次去讲话的时候 都是多元文化多知多产 这是让台湾有这个文化之美 2月16号天川日当天 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 将以东服3D化传达天川日的典故 记者会这天也展示了首服3D女娲补天图 另外庆祝活动还包括了女娲娘娘祭祀典礼 音乐饗宴 客家好时DIY 新北乐活事迹等等 我们这次也在我们的合成广场 有邀请那个一些热火的市集 让传统的客庄有一些农产品 比较精致跟客委会来的 可以把它好好的做一个行销 互相有一个结合 新北市客家局要邀请市民朋友 一同利临客家文化园区 参与热闹的天川氛围 记者身平常们齐新北市采访报道 2017新北市平息天灯节 将在2月11号 也就是明天星期六热闹的登场 预估这次的人潮会比往年来的更多 而活动当天将从上午的9点开始 就会实施交通管制 包括了106县道 台二丙县等路段 都会设置管制点 请民众务必要多加的留意 同时在此也要呼吁民众 多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 前往活动的现场 2017平息天灯节 将在这个礼拜六 2月11号热闹登场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召开记者会 宣导交通管制及接驳车的相关资讯 活动当天从上午9点开始 106县石定双溪口到顶平路 瑞芳工业区段 以及台二丙县基辅公路 都将实施车辆管制 从9点开始会针对106县到瑞芳 从新店到瑞芳这个路段 还有台二丙县从基隆这个地方 一直到往基隆的宜兰的方向 会实施一个交通管制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 在出席记者会时表示 由于今年元宵节适逢周六 预计人潮会比往年来得更多 所以请民众务必要多加配合管制措施 同时呼吁多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前往 另外也指出 今年的活动除了在元宵节外 另外一场则选在中秋节举办 并且配合在地商圈 社团协会的活动 让平溪地区能够维持整年度的观光热度 像最近在办的平溪到青铜一条龙的整个平溪天丁节的 整个商圈的一个活动 以及我们天灯如何来做所做的天灯 甚至包括我们步道如何来做所做的步道 甚至我们除了这个几项活动以外 最主要的我们这一次为了我们的环保 希望用我们的进山旅游的活动 吸引更多人来 来我们的整个平溪的山区 利用我们在登山旅游的过程当中 来帮助我们进山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配合天灯节活动 一共将有190辆次的接驳车 会在木榨东物园 瑞芳火车站 基隆火车站等地点发车 此外活动当天 台铁平溪支线列车时刻会与平时不同 提醒民众要多加注意 记者杨邦有超方奇 新北市采访报道 而天灯节过后 所施放的天灯长骸 一定会造成环境的负担 引起许多的争议 而为了要鼓励民众一起来维护环境 新北市环保局就举办了天灯纸的回收活动 除了每个礼拜三 固定在平溪的清洁队 可以回收天灯纸之外 也和当地的店家共同合作 设立了回收小站 只要民众减实到天灯纸 就能够到特约商店来折抵消费 平溪最著名的就是放天灯 夜空中展展天灯飘向天际 的确是相当的美丽 但是灯油燃尽后的天灯 往往掉落在树林中或街道上 成了另类的脏乱物 因此为了鼓励民众一同维护环境 每周三下午一点到三点半 在平溪清洁队都可以拿天灯纸 来兑换生活用品 从即日起到我们年底 每一个礼拜三的下午 在我们平溪的一个清洁队 都可以来兑换 那另外在每个月都有一次 在礼拜二的下午 也就是在这个十分老人文康活动中心 同样的民众只要回收 五个以上的一个天灯纸 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专用垃圾袋 跟我们的这个环保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用品 另外新北市环保局也与当地的店家合作 设立天灯回收小站 民众只要将减实的天灯纸 拿到特约商店 就可以兑换店内等值的商品 或者是折抵消费 我们也跟当地的一个商家来做合作 来成立了三处的一个天灯纸的一个回收小站 分别是这个春美商店 胡福新商店跟陈盈利的这个食品店 那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 不是兑换商品 而是民众可以带着天灯的这个回收纸 去做折抵消费 放天灯对于平溪地区来说 可以促进地方观光 但是近年来也引起了许多争议 因为天灯残骸掉落在山林之间 恐怕造成了环境伤害 而现在期盼透过了回收活动 让民众除了放天灯之外 也能够建立起爱护环境的观念 记者杨邦友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今天的校园新新闻真见单元 我们要带观众朋友 一起来看一看家作的作品 人物特写志工妈妈 在学校里面 因为有志工妈妈的协助 让孩子们可以获得更好的照顾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 新店国小小朋友所制作的影片 一起来了解这些志工妈妈的辛劳 在校园我们总是看到 一群志工妈妈几大把在学校学出很多次 同学上学多了党户妈妈的守护 多了一家安全部长 为了环保志工的帮忙 杂润的自由的消架 呈现宽敞清静面貌 教员环境更美丽更安全 在图书馆自工妈妈协助下 同学们的监约率明显提升不少 变得更有趣 在课业补救志工的帮忙下 一年级学生的学习更加进步 在彩虹妈妈的付出下 学习内容更多元 有开车的家长 从北夷路上进到学校的时候 请过了几位市再往前开 按照指示标志 在停车的地方 停车 零停下车处 再解下来 让小孩下来 这样才不会导致北夷路上的汽车会堕塞 世界上有许多无名英雄默默的付出 无稀的风险 让我们的社会更适合 下次看到了这些季风 希望大家都能 大声说 谢谢您 由您真好 以上新闻由 徐沛云 陈玉珊 韩西曼 所作的采访报导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单规广告过后 是童话新故乡的单元 我们马上回来 本公司经NCC核准 已开始陆续关闭类笔讯号 请上位安装 是位机上合的收拾户 尽快来电预约升装 预约专线2917-3939 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 快下载 在SuperMOD随选随看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 让我们把爱传递出去 哪怕只是一点一滴 当汇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能够发挥强大的正能量 请支持彰化家福 逐梦主管计划 给孩子们一个完善的学习空间 让我们一起帮助他们 建筑起未来的梦想 谢谢大家 大兴电客服APP便利上市 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 也可线上进行障碍报修 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 赶快下载体验 数位生活好方便 红爱华 红爱华因为孩子 曾经就读中益国小的缘故 于是开始加入了 故事妈妈的行列 他说小朋友很天真 所以自己非常喜欢 故事妈妈的这份工作 也希望能够将快乐 带给学童们 紧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所带来的日本故事 是离猫便便便 我叫做红爱华 我是小孩子来中益国小读书的时候 我就进来当志工 我选择了故事组 我觉得跟小朋友在一起很快乐 他们很天真 所以说跟他讲故事 他们相对的他也会回馈你们 等一下我会讲这一本 日本的传统童话 叫做离猫便便便 那你们知道来这边要做什么吗 听故事 听故事对不对 对 我们等一下要听故事妈妈说故事 那我们现在就从子纯这一排进来咯 好 先走走 各位同学 大家早 故事妈妈早 首先先跟你们用日语来问候大家 おはようこざいます 就是早安的意思 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这一本日本的传统童话 叫做离猫便便便 太郎呢 来到市集里面 有一个老板呢 他在说 来来来 赶快来看哦 这一只圆滚滚的梨猫 油亮亮的皮毛 可以做围巾 可以做披肩 通通好 太郎呢 就停下了脚步 就摸一摸口袋 想了半天 就跟老板买了这只梨猫回去了 太郎呢 买了梨猫以后呢 就走到了城外 那个他就把铁笼打开了 太郎跟他说 不要害怕 小心不要再被人家抓走了 那咻的一声 这只梨猫呢 就躲到这个草丛里面了 他就看着太郎 他心里想 我一定要对他报恩 第二天的时候呢 太郎起床的时候 看到家里面多了一个什么 漂亮的茶锅 他的妻子呢 就捧着茶锅说 哇 真是老天爷试给我的礼物 太郎就把这茶锅呢 拿到市集里面去卖 那其中有一个老和尚呢 跟他说 这个我要买 买回去了以后呢 他就叫小和尚呢 把这锅子呢 洗一洗 那个小和尚呢 轻轻地洗 轻轻地洗 可是忽然间有一个声音 嘻嘻 嘻嘻 好痒哦 好痒哦 小和尚都看看 嘻嘻看看 可是看不到 四处都没有看到人 他就不管他了 他就要把它 就要拿在那个火炉那边啊 放在上面要烧开水 好泡茶 好热哦 结果他的手脚都出来了 小和尚吓到了 哇 这个茶锅怎么会说话呢 结果呢 他被烫到了 连头都蹦出来了 那小和尚呢 就说 救命啊 救命啊 有妖怪 其他的和尚就纷纷地跑过来 那老和尚就很生气 原来这个呢 茶锅是谁变的 就是狸猫变的 所以说呢 那个茶锅呢 就赶快逃 逃到屋外 那些和尚呢 又追又打的 他跑啊 跑啊 结果就遇到了太郎 太郎就一把地把他抱住 往外跑 太郎甩开和尚以后呢 狸猫就跟太郎说 我就是你救的那一只狸猫啊 你又救了我 我要再暴打你一次 可是太郎说 你都是用那种 骗人的方法 我不要 太郎就说 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一起来一个变身大表演 他们来到一个市集的广场里面 好多人哦 太郎吹着笛子 那个狸猫呢 变成茶锅 变成木桶 还变成布朵翁 最后呢 他变成了一个胖太郎 大家都说 好啊 好啊 拍手叫好 那很多人就哗啦哗啦地 把赏钱给丢了出来 太郎就用这些赏钱呢 买了很多东西给家人 而且太郎呢 还把他的笛子呢 送给了狸猫 那狸猫就很高兴了 哇 吹着笛子呢 还在不断地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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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这不是应该是帮助别人 不可以乱骗人 然后要 自己要去行动 那我带了很多的日本文物 你们可以看一下哦 像鱼鱼鳍啦 还有这个鱼紫板 还有我们这些 还有玉衣 还有河湖 这个鱼紫板呢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羽毛球一样 就一个人在那边就 丢过来 丢过去 就在打羽毛球一样 我会找一些资料 就是他们的文化 还有他的背景 介绍给同学看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们有的也是新著名的小孩 让他们更了解他母亲的国家 对其他的同学更有国际观 可以了解更多不同的文化 那我们等一下呢 请一位同学来这边玩玩看 好 来 请举手 好 玩玩 哇 大家好踊跃哦 好 那我们请后面那个同学过来 你可以玩玩看哦 这个鱼紫球还蛮好玩的 不是鱼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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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好 男生要来试试 哇 好 来 来 越玩越好玩哦 哇 好厉害哦 好厉害 那我们还有看到 这一个同学里面有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鱼姨 哇 大家都很清楚叫做鱼姨 鱼姨 鱼姨呢 是他们的儿童节 还有男儿节 就是端午节 三节合在一起 他们都要挂这一个 最喜欢的 因为下课的时候呢 尤其是低年级的同学 他会在下课的时候 会跟前跟后 小朋友很天真 我们给他互动 他所回馈的 比我们想的还要更多 那以上就是我所介绍的 日本的文化 好 谢谢各位同学 请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布妹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年有线电视 本月份起将针对新店全区逐区 进行全数位化讯号转换作业 讯号转换完成后 无安装数位机上盒之电视 将无法收拾数位有线电视 请尚未安装机上盒的民众 尽速来电约装 约装专线66283399 HD99高画质套餐 给你超多国内外精彩HD频道 数位录影机让你看假台录影台 现身版超优价 每个月168元 年约年角直接送扫地机器人 身装专线29173939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 一郎即日起至3月30日 展出一起精彩 陈美份老师师生连展 诚挚邀请民众一起参与这场艺术创作盛宴 为推广更多市民加入动健康的行列 至3月10日止 凡下载新北动健康APP 注册登入 并且上传至少一笔健康或饮食运动资料 都可以参加新北动健康 实在有好康抽奖活动 新店文史馆即日起至4月16日为止 举办由新北市文史学会策划的 梦想幸福廖飞雄猴雕艺术展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新店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者是脸书粉丝传商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